歡迎收看東京走的橋 我是偉恩 今天這一集比較特別 我會用閒聊的方式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之前在東京的兩年我住的地方 然後我上班的地方 還有我放假不拍片的時候常去的地方 好那首先我住的地方呢 是一個叫做三之輪 Minowa的地方 它位在荒川區 那這個地方是一個算是非常住宅區吧 因為我自己住在這邊的經驗覺得 幾乎很少看到什麼太大型的設施 或是百貨 那些的話要到比較鄰近的上野站 坐日比古縣兩站可以到 那也就如同大家所看到的 平日的時段 你看這邊幾乎是沒有任何人在走路 然後事實上 就是就像我有時候回家 晚上的時候 幾乎也人也不多啦 我有時候都懷疑我坐這個區域 到底是發生什麼事情 就是人蠻少 然後附近可以看到一些像什麼輪胎的倉庫 或工廠之類的 好啦 那我之前住的地方呢 就是大概類似像這樣子的 在日本還蠻常見的集合式住宅 然後呢 我住的地方是 專門就是租給一個人的那種套房 它的大小大概是25米平方吧 也就是台灣的我不知道大概8到10坪左右 這個範圍 然後我自己是覺得 可能當初租的時候有稍微租貴了一點 但那是因為 我不會講 日文的關係嘛 然後又要找願意租給外國人 所以其實在價格上本來就會稍微被 怎麼講 也不算剝削 就是收一點 手續費的概念 那其實 如果以大概接近9萬塊的價格的話 應該可以 租到距離車站再更近一點的 因為從我家走路到 車站其實大概是900公尺左右的距離 這邊有蠻多像這樣子看起來比較 old school 的雜貨店或是店家 家裡附近也很常容易看到像這種 香菸的販賣機 是非常常見的 幾乎每家每戶都會有腳踏車當作 騎到捷運站的代步工具喔 現在看到這些樹在櫻花界的時候 全部都是櫻花喔 除了我剛剛提到的那條路上兩旁的行道樹 這家人種的這棵大樹 它在櫻花界的時候也是超級漂亮盛開的櫻花 那在走到車站之前 我就稍微拐一個小彎 然後帶大家去看一下 離我家算是車站出來最近的Lawson 這家就是離我家算最近的Lawson 然後可以看到它這邊 有些停車的空間 所以其實看得出來這家店鋪還算蠻大 因為其實住宅區的話 通常它的Lawson或是超級市場 那種都會相對大蠻多的 然後後面這邊 還有一家是藥妝店也賣不少的生活用品 好的 那居家附近的設備還有環境大概介紹完之後呢 接下來我就一邊走往車站的方向 然後再帶大家去看一下 我以前常吃的可能餐廳啊 然後還有車站附近長什麼樣子吧 後面這家雖然我住了兩年都沒吃過 但是它叫做Hotomoto 然後是賣日式便當連鎖的店還蠻熱門的 後面這個天橋我走了大概兩年吧 因為Minowa這一站它是兩邊都是單向的 所以我要從這邊經過這個天橋 然後到對面然後才能過去上班 我剛來的時候還在這一家 車站附近的大概一千多塊的禮靶店剪過頭髮吧 剪出來真的是跟狗啃的一樣 跟大家分享一件智障的事情 就是我剛來的第一年啊 我一直以為這個箱子是那個 像美國影集中那種BBQ烤肉的那個烤盤 結果我後來發現它是收垃圾的垃圾桶 我之前六日的時候啊 如果沒有出門拍片的話 最常吃的一個東西其中就是這個 也是我家附近走路大概十分鐘左右 在車站旁邊的吉野家 井陵的吉野家旁邊是一家叫做YS的超級市場 然後裡面賣的東西還蠻齊全的 我看三支輪這附近的居民都會在這邊買一些生活必需品 好那我之前住在東京的時候啊 還有一個最愛吃的東西就是麥當勞 因為麥當勞的餐點啊 超方便點的 它全部都是英番中 所以我只要假裝我在講日文的話 點餐就會很順利 像就是我都會點那個 好那我家附近的區域大概就是這個樣子了 我是覺得如果你們都是來觀光的話 應該會覺得還蠻有趣的吧 好接下來就帶大家去 我如果沒有拍片的時候放假會比較常去的上野站 從我家做日比古縣兩站就到上野了 好因為現在是下午4點多 所以上野站這邊的話人還不算很多 那就帶大家去看看我比較常去的地方吧 主要就是會去上野公園 然後還有阿美橫丁晃晃 我通常啊都會從地下鐵5B的出口出去 然後再往旁邊一點 就可以看到這個 這個就是馬路1-0101百貨的通道 它地下就有直接連同很方便 從這邊下去就有無印良品的café 然後也有那個餐廳 我還蠻常吃的 我沒拍片的時候很常自己來吃這家博多風龍 它是那種臀骨系的拉麵 然後跟一欄比的話就是它沒有辣的感覺 那因為我個人最喜歡吃的拉麵是 臀骨風的 所以還蠻推薦這一家 然後它的特色就是 它有那個體育無料 就是你可以加一球麵 然後不用加錢喔 那剛剛在那個5B出口一出來啊 我拍了一下嘛 就是它右手邊就是JR的車站 然後左手邊馬上就是馬路1跟那個阿美橫丁所在的地方 所以還蠻建議大家從那邊出來 我覺得很方便 後面這家鯛魚燒啊 是我個人蠻推薦 然後我每次來上野也很常吃的鯛魚燒 推薦的這家鯛魚燒啊 然後它就會在玉土町站前通的這個路口 這家鯛魚燒啊真的是蠻好吃的 它那個皮烤得非常的脆 然後裡面的餡料啊就還蠻豐富 然後吃起來不會很利 我自己一個人來的話其實不太會在阿美橫丁幹嘛 因為通常頂多就是要回台灣之前幫我媽 或是女朋友 或是偶爾會幫朋友買一些藥裝的東西 不然我自己其實不太會來 然後反而是在那個阿美橫丁靠近JR站入口這邊有一家 那如果我自己來的話 有可能會來這邊看一下相機 或是有什麼電器想要買的 好那剛剛走完那個上野的車站出來 比較常去的地方 就是阿美橫丁附近嘛 然後介紹了柏多風龍 還有蠻常吃的那個釣魚燒之後 接下來上野我還有一個地方 就是就像我自己一個人也會來的 就是上野公園 然後我現在就走在往上野公園的樓梯上 那其實從剛剛我那樣一路散步 一直到這邊 如果你都沒有停下來的話 其實也是很快 大概走路五分鐘十分鐘以內 一定會到達 好 我們現在到了上野公園了 我現在就是在上野公園裡面走走晃晃 我自己之前的話 確實平常還蠻常來的啦 可是自從開始拍東京狗橋之後 就比較沒有時間 然後大家有發現 欸那邊上野公園有一個神秘的動物 哇有人在拍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神秘的動物 超酷的 不知道是什麼 我來上野公園這麼多次 第一次看到 大家是不是覺得我的下巴在動很煩 好另外當然就是呢 這邊是以櫻花聞名的嘛 我們現在看到這邊這一排 綠色的樹 它在大威爾兩旁 櫻花盛開的時候 全部都會是櫻花 所以這裡其實在那個 日本櫻花季的時候 我們現在在的這一條路上 然後包含等一下往前走的區 它兩旁都會鋪滿那個 有點像地墊的東西吧 然後會圍一格一格的攤位 然後你可以跟朋友早早來這邊佔位子 然後一邊喝酒啊 吃零食然後一邊想櫻花 就像你們在可能電視劇 或者是小丸子 卡通裡面有看過的那樣子 但是我自己第一次來的時候 是有稍微被嚇到 因為他們其實還蠻瘋狂的 就是手痠了換手 就我第一次來的時候 看到覺得也太酷了吧 然後他們還蠻 也不能說瘋狂 就很熱情啦 他們的男生跟女生 其實就是對於有點像 連姨媽或者是朋友出來玩的那個 氣氛是很熱絡的 然後對然後日本的女生 其實很會喝啤酒 所以他們就是通常都會喝得醉醺醺的 然後你越往上野公園的深處 走進去啊 有一次我飲花季來就嚇到 就是它是那個啤酒的味道從蛋 然後漸漸轉農 然後走到深處就覺得 大家還好嗎 是這樣全部都喝醉了是不是 就會覺得蠻有意思的 好那我們接下來就繼續帶大家往上野公園噴水池的方向前進囉 其實像我這個時間點來還蠻好的 就是因為現在距離下半也還有一段時間 大概五點吧 然後人真的不是很多 再加上今天天氣也還蠻涼爽的 現在是2019年的9月19號吧 我覺得這樣子的天氣算是蠻舒適的 推薦大家可以可能10月或11月的時候來 就可以避開酷暑 而且聽說今年啊 剛好夏天我們在東京 但是據說東京的天氣好像達到40幾度吧 8月的時候好像比台灣還要熱的樣子 但是有點可怕 走一走啊 就是也蠻想上廁所的 想到日本有一件事我真的還蠻喜歡的 就是他們的公共廁所很多之外 大部分都還蠻乾淨的 這一點我覺得比起在台灣要找廁所的話 我認為方便蠻多的 對觀光客也蠻友善 好大概再走個五分鐘就到了噴水池的這附近 走到底的話會有那個國立東京博物館吧 印象中 反正我沒有進去拍攝過 那噴水池的這邊還蠻常舉辦一些活動 像之前有看過什麼台灣記啊之類的 不定期都會有一些活動在這邊舉行 在噴水池的兩側各有一家咖啡店 然後左手邊的這一家 Starbucks 還蠻有名的吧 每次來都蠻多觀光客 不管是各國家的 然後我們很多歐美的觀光客也很喜歡在這邊 喝杯咖啡 休息一下 來到噴水池的區域囉 噴水池走到底就可以看到東京國立博物館了 那我們這路線繞的也差不多了 繞這樣一圈 如果你走走停停的話 可能 其實 三四十分鐘 也可以走得完吧 如果待久一點的話 一個小時 也是蠻悠哉的 那 接下來我們就離開 上野的區域 然後帶大家去我之前工作的地方 六耳目 可以走到你 你說你要訪問 你也要訪問 我想你也要訪問 你也訪問 我超級喜歡 你也要訪問 那我就覺得 我應該跟你也訪問 你看到你 無論是 就是我之前上班的路徑 那最後一個大樓也是我之前上班的六本木之秋的大樓囉 那其實這邊是上班的場合 然後之前比較常走的就是六本木之秋附近 我中午還蠻常跟Bob一起在附近 就是吃飽之後會散步 然後周遭餐廳的話因為我們公司有公餐 所以中午的話其實都在公司解決 但是等一下可以帶大家去繞繞我們平常散步會走的路線 然後也看一下六本木之秋周圍的風景 好那不免俗的要介紹一下後面這個看的到東京鐵塔的平台 然後這邊我在之前的一分鐘東京的影片 如果你們有看過的話也有介紹過就是 這邊還有幾個地方可以拍得到東京鐵塔 就是這裡啦 有沒有 階梯走下來就可以看得到東京鐵塔 它拍照起來的話感覺大概像這樣子 然後接下來帶大家走的這個 這條算...也不算小路啦 就是這一條路徑是我之前跟Bob有時候中午吃完飯 或者是我們下班之後 如果在附近晃晃晃晃會走的路 那首先帶大家去六本木之秋下面有一個叫做毛利庭園的地方 它冬天的時候會有Illumination 然後櫻...櫻花季的時候其實也看得到櫻花 是一個蠻不錯的庭園 順便提一下啊 從這邊走下去的話 除了毛利庭園之外 旁邊還有一棟大樓 就是朝日電視TV Asahi 六本木之秋的一樓這邊啊 有一些童裝店 然後我想起來就是我之前前...算主管吧 他那時候懷孕生Baby的時候 我有跟同事一起在這邊買了童裝送給他的小朋友 那看完毛利庭園之後 帶大家去一個也同樣是有櫻花的地方 然後我每次都忘記它是叫...什麼板 好像是叫...橘板吧 也就是那個橘板...不知道四六還是四八那個團體的地名 我現在走的這一條...算大道嗎?馬路 在冬天的時候一樣也會有...燈飾...Illumination 所以真的是可見的... 日本人多麼懂得操縱那種...節慶或季節的氣氛吧 到處其實都真的都看得到...Illumination 我算是有點繞著六本木之丘...走了半圈 然後接下來到了Sakurazaka 櫻花板 幫大家補充一個小嘗試喔 所謂的什麼什麼板啊 像我剛剛提到的那個Sakurazaka櫻花板 或者是那個...奶木板的板 都是指斜坡的意思 因為其實在東京的這個區域 都還有蠻多這種所謂的板 也就是上下坡的地形 看不太清楚 我就補上一張就是它櫻花盛開時候的照片 在這邊 然後我們還有跟同事一起坐在這邊 一邊賞櫻然後一邊吃便當 其實是一個很不錯的 六本木的一個算是上班族的小祕境吧 那周遭差不多就是這樣了 最後介紹幾家這附近 我們下班後比較嘗試的餐廳給大家知道 之前拍東橋開箱去的時候 就很常在那家Lawson買一大堆材料 我覺得我好像看到一個疑似 疑似是之前的同事的人 來看看我的猜測是不是對的 果然沒錯就是他 哈哈哈哈 為什麼你都在這裡啊 我的這個六本木 為什麼你都在這裡啊 我的這個六本木 為什麼你都在這裡啊 嗨 嗨大家好 剛剛巧遇之前的同事 然後瞎聊了一下 那現在就繼續介紹 還有這附近我們比較常吃的幾個餐廳 給大家看吧 這家就是距離我們公司走的路 大概五分鐘 然後我下班如果沒有做任何事情 我最常吃的就是這家麥當勞 跟三支倫一樣 練不出把戲的男人 這家麥當勞還有一些特殊的回憶 就是我們跟Jennifer 在這邊拍過兩三個麥當勞 期間限定的那個冰品的開箱 好接下來再往 Rubongi Hills的樓下 一樓帶大家去看我們最愛的Shake Shack 下班囉 從六本木之丘的那個 剛剛平台那邊啊 可以看得到另外一棟 叫做Rubongi Beauty Salon 然後走在Zara的旁邊 然後坐一個墊地下來呢 很快就可以到達在一樓的Shake Shack 這家就在公司樓下旁邊的這家Cinnabon 也是我那時候剛來東京的時候 有跟一個朋友來這邊 第一次見面的朋友 然後在這邊坐著吃那個肉桂捲 我覺得今天完全是我就是有點像東京兩年來的回憶之旅 然後走到滿多地方就會看到一些店啊 或是什麼公園或是地標物 然後就會想起一些之前發生過的事情 我覺得還蠻有趣的 那再走過來沒有一分鐘呢 就到了我們最愛吃的Shake Shack 在公司的旁邊啦 那我現在在這條上面有高架橋的六本木通 也就是算六本木大道的感覺吧 就是在我們公司旁邊最大主要一條路 然後所有地鐵站的出口也都在這邊 我們之前下班的時候不管要去哪裡 大家都會經過這邊 我之前還蠻喜歡吃這一家在B1的那個 戰棋烏龍麵 這家腳包啊之前下班的時候 有跟Jennifer還有Bob還有一些其他朋友來過 我覺得還蠻好吃的 大家可以來試試看 再走沒幾步啊 這邊樓上的二樓有一家藝蘭拉麵 我之前有時候下班的時候 想吃一蘭的話會自己上來這邊吃 然後就在一蘭旁邊的巷子裡啊 有一家豬排店 我們在日比谷縣以日遊的最後去吃的晚餐 好那我最後找了一個 應該只有在六本木上班的人會知道的一個 大樓間的怎麼講 連通道嘛 然後這邊可以看到六本木之秋 就是之前上班兩年的地方 那我覺得這支影片的話 嗯 原本是想說跟大家分享 我的在東京比較私人的生活 結果沒想到最後有一點 在對自己的回憶沙嘛 就是拍到最後感覺還蠻有感觸的 有一點 存活了這兩年在東京 很常去的地方 然後還有 當時還沒有拍片前 還有娛樂的生活的感覺 那就先這樣啦 希望大家會喜歡這種比較自然又隨心的分享 那以後有機會的話才會再拍更多像這樣子類型的影片給大家看 我是雯 那下次見 掰掰 拜拜 im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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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